那这个戴老师 您当年最开始应该学的 不是这个影视表演 话剧表演 您学的是戏曲是吧 对对对 我说影视表演 是我的这个业余的工作 业余工作 这个我现在说起来 我就让人想起来 真是的 我父母不愿意 让我干这一行 我干了这一行 我不愿意让我孩子 干这一行 我孩子干了这一行 故事是相似的 对 我不是说我孙子以后 是不是也去干这一行 我真的不知道 那您怎么就机缘巧合 就开始学这个戏曲了呢 就是学校的老师 学校老师 学校老师带我们去考试 那学校是酷爱文艺 带着我们学生到处乱考 最后就顺利地考上就去了 对 之后就分到团里 就开始演出 您当时学的是什么剧种 琴枪 琴枪 对 就是在陕西 西北地区 这个都挺挺 这个是在剧团里面 工作的时候是吗 对 我十九岁开始挑大梁演戏 就轻衣 大轻衣 我说戏曲演员 确实是有功底 一开嗓子 一上台 就是三个小时 唱吧 我二上台 Gott 怎么算 我这忌 在这些 去 他 追 这个 是 那刚刚这张照片 这位男演员是谁啊 这搭档是 这男演员就是我先生 我们俩就是同学 所以我谈恋爱就这一次 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出了练功 大家都在一块 他追我我也没得选择 不是就感觉除了他追你 没别人追你 原来其实他是唱虚声的 就是挂着胡学 唱虚声 他就争取要演的小声 因为小声他可以跟我 可以跟您搭 他可以跟我搭戏 但是他一直不喜欢 这个时候他就考了大学 他就去上大学了 您爱人跟您当年 年轻时脑子里那个理想型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您回答得太坚定了 我还没问吧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差那么远了 这得太不一样了 不一样 因为那会儿小 我就觉得我爸爸是军人 我哥哥也是军人 我至少要长个军人 然后个儿呢 因为我哥哥爸爸 也都是挺高的 他其实只有 一米七三的个儿 虽然这么想的 但是跟实际 他追我就追我了吧 那就行吧 我们那一代的人 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子 他只要跟你提出来 那就是他的 那就是他一个了 那太好注意了 我怎么没赶上这好师傅了 我们这一代的人 这样的很多的 真的很多的 现在就看 喜欢谁赶紧说 现在这招就不好使了 不好使了 但是运气好的是 他真的对我非常非常 一辈子对我好 他的作用名字 你的错也是我的错 我的错还是我的错 他跟我爸妈都这么说 真好 他不是说了一句 他真是一生都这么做的 那个时候确实 人家跟你说出来 可能很多人就会同意了 但是也不会轻易就说出来 但是你说吵架 吵了 肯定吵 有吵得凶的 特别凶的时候吗 吵得凶的也是 他先败下阵来 他先败下阵来 现在应该不吵了吧 现在我让他的多 他掉过来了 对对对 所以说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